鬼谷子谋篇 第一小节 为人凡谋有道 必得其所应 以求其情 省得其情 来逆三仪 三仪者 曰上 曰中 曰下 参以逆焉 以生其 其不知其所拥 始于古人之所从 故正人之取欲也 在私难之居 为其不惑也 夫度财 妙能 揣情者 依世之私难也 故同情者而相亲者 其具成者也 同欲而相淑者 其偏害者也 同恶而相亲者 其具害者也 同恶而相淑者 偏害者也 故相亦则亲 相笋则疏 其数行也 此所以查亦同之分也 故强坏于其戏 目毁于其结 此盖其分也 凡是筹划计谋 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并要掌握规律背后的依据 这样才能得到实情 通过研究审查实情 确立上 中 下 三仪 所谓三仪 指上智 中才和下仪 三者互相参照 就能定出奇谋妙计 奇谋妙计能够通达异行 开始于古人的社会实践 证人 入山采玉时 都要携� 指南车 这是为了不迷失方向 揣渡才干 衡量能力和获知实情 这是做事的指南 所以众人同心协力 谋划事业 就会关系亲密 共同获得利益 想法一致的人共同做事 如果是不分受益 不分受损 就会关系疏远 有共同仇恨的事物 就会相互亲近 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 有共同仇恨的事物 而关系疏远 一定是其中一部分人受到了损害 所以 如果有共同利益 就会相互亲近 如果其中一方受到损害 就会相互疏远 这是一种规律 这种规律 可以作为观察同心 或异心的标准 所以 墙壁坍塌 是因为缝隙的存在 树木毁坏 是因为树木有结疤 因为缝隙和结疤 都是它们的分界之处 ..! 3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